我从哪里来的 宇宙从哪里来的 望江还原光上讲得清楚 唐朝初年 贤手过世 唐太宗认识 就在他那个时代 华元宗第三代的祖师 贤手 第四代是清凉 这把四世真相告出来了 这个太重要了 懂得这个 我们才知道 佛讲这个 无种根本烦恼 它起的作用 我们就知道了 我刚才讲了 没有信心 那就是怀疑 对自己来讲 自己没有信心 你的免疫能力就没有了 你很容易得病 如果自信心很强 你不会得病 那自信心也失掉了 山和大地就不坚固了 你看我们念第三经 金牢地生 这地是很坚固的 信心十足 这个大地坚固 不会出事情 信心不坚固 大地松了 山会倒下来 大地会沉到海里 信心没有了 这个都重要啊 我们今天佛法 讲这个东西 只有量子力学家 他懂得 但是他还不晓得 对于外面 这个影响这么大 他太不知道 所以我们要想 这个地球 化解地球的灾难 有没有方法 有啊 大家都有坚定的信心啊 就没有事情啊 这个信心的头一个 要相信自己是福 这是最重要的 啊 中国古人 相信自己是圣人 啊 随三字经上 头一句话 就尽力信心 信心 这个信心还得了吗 人之俗 信本善 那个善 不是善我的善 啊 把它解成善我的善 就错了 那个善是赞美的 啊 就是 惠能大使 所讲的五句话 中国人用一个字 统统把它包括了 啊 惠能大使 民心兼心 现实什么样子 第一个是清净 何其自信 本自清净 第二个 不生不灭 那是真我 那是哲学里面讲的 宇宙万事万法的本体 我是自信变现的 山河大帝是自信变现的 所以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因为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 山河大帝都知道 啊 我们的信心没有了 山河大帝就送掉了 他就瓦解掉了 这个可怕了 我们的城河大帝是什么暴躁 脾气大暴躁 啊 就感到地震 就火山爆发 啊 鱼痴就感到风灾 你现在的风 什么东西风这么多 鱼痴啊 这不是迷信啊 这个东西对量子学家讲他懂啊 对别人讲不懂啊 傲慢就是地震 傲慢不平啊 啊 怀疑 那就一切都松散了 身体免疫力没有了 啊 地球的免疫力也没有了 啊 所以高山会倒下来 大地会沉到海底 贪嗔痴慢疑 佛讲绝了 就讲五个字啊 那如果我们把这五样东西断掉 身体健身心健康 金刚不坏身 那我们居住的过途 就跟极乐世界一样 宝地 什么灾难都没有啊 这么好的东西 这个时代没人学习 也是多可惜 哇 多高山凯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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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